而臺中供五停二的限水措施 已經進駐了第二個禮拜 民眾說呢 經過了上個禮拜停水之後呢 已經懂得將水給分開使用 而像呢 每天得耗費幾百公噸水資源的百貨公司 則是直接調來了 這個十輛二十公噸的水車 從南投運水來 而至於學校啊 還有醫院等這些地點呢 就是得靠國軍弟兄 開著消防水車幫忙送水 國軍弟兄開著兩台消防水車 到診所幫忙送水 六噸的水送完 國軍弟兄又前往學校 接著幫獨居老人 準備餐點的社福機構 每天洗菜準備餐點 一天也要耗費六噸的水 也要靠國軍弟兄幫忙送水 讓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也比較方便 不要還要跑到外面去說 去做取水的動作 同樣耗水量大的 還有百貨液 一天要用的水好幾百噸 這週停水第一天 業者叫四五臺二三十噸的水車 從南投運水過來 每臺車都要開兩三趟 中央空調的冷卻系統為主 一般民眾也需要取水 自然水公司的水車 同樣在街上到處跑 趕到供水站來補水 有些民眾看到補水的 就趕快來取水 限水第二週民眾說 已經懂得將飲用水 和日常用水分開儲存 礦泉水是喝的 喝的 不會燒水的 不會啦 同樣是要供五亭二的苗栗 則是早井取水來應急 水資局在厚龍溪附近 預計要挖十口抗旱井 完工後 每天能提供一萬噸水 給苗栗市使用 而且因為開挖出來的 是浮流水 不是地下水 不會有地層下陷的問題 而新聞 為了你品行 巫少卿 SNG台中苗栗報導